然后我爸听说我离婚了 就一上火得了脑出血了 当我妈去照顾我爸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什么都不能为父母做 回到娘家 就成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我想离开家乡 到外地去谋生 当时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 我妈就在邻居家 给我借了一千块钱 让我去拿着 我当时我就拿走一百块钱 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活就活出人样来 我要么就饿死他乡 我绝不会再花父母一分钱 就这样我和我妈 就在沈阳车站离别 那一刻就像生离死别了 再也见不着面了 抱头痛苦了一场 就这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 街头卖唱的这个道路 一唱就是八年 很多人可能会 但是它们已是不在乱 我们都会走上了 我不是踐开 我们不能跑 但是要有论 我不能够 你没吃 我没吃 不过 因为我不是 我这用手去捏这个钱的时候 没等我捏住这个钱 他搜了一下就把钱就抽走了 那段时间 你那一个群体当中的 一些残疾人朋友 就没有哪个男性 跟你有共同语言的 我遇到了一个山西的男人 跟我一起浪迹天涯了五年 健全人 健全人 就在第五年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女观众 这个女的就经常跟她聊天 聊来聊去的 就是两个人就好上了 我就回到了东北老家 每天以泪洗面 每天萎靡不振的 有一天我妈就手里 赚了一千块钱 把我大一下 我姐就叫来 跟我姐说 你有空 你带着小敏 就出去买件衣服 换回心情 当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她转过身去 我就看着我妈的背影 我就才发现 我妈都已经老了 我还没来得及孝敬 我就为了一个 背心气的男人 我整天我要死要活的 难道我就为了这个男人而生了 所以当时我就扑通一下 给我妈跪倒 我就跟我妈说 妈我错了 我到现在在让你冲心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来孝敬你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做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 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我要学习声音 所以说在那一年 我就找到我们长春呢 有名气的这么一个老师 他们学校是七楼 一把二十节台阶 我就经常地摔裂 就膝盖青一块紫一块的 摔破这都是常事 经历了这六年的学习 我就留在这个学校 就交声乐了 可是这一幕我妈再也看不见了 就在一七年的时候 她突发心心脏病 就离开了我 这人生经历了这么多 我感觉当我知道 去消救父母 当我去懂得 去消救父母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我在网络当中 认识了一个网友 他呢 就是一个健康人 就是交往了一年多之后 我们就走到一起了